小副兽刚带了一个parting女的上楼 她现在对外宣布的女朋友不是个小老眼吗 最畜流情能搂在怀里的可都是女朋友 这么多女朋友 居然没一个跟她翻脸的 这要是搁普通人身上 早不就过去大吵大闹 大打小三了 看来傅齐白今天叫我过来 是为了羞辱我 打小三 那不是放过渣男了吗 要收拾就一起收拾 你们口中的小副兽 现在已经上楼十五分钟了 十分钟受了 三分钟宽宽 本网友今天就拍个渣男出轨 尺度大片 傅尚 你女朋友可在外边呢 她算什么女朋友 那我一会儿就去告诉她 你把她甩了 十五分钟啊 国产缺男主角 应该吃上色彩了吧 傅齐白想羞辱我 那我要看谁的羞辱更胜一招 等等 这庄园不是她那个堂哥 什么海龟医生 傅良眼的 她怎么随随便便就拿来 开派对了 等等 看来就是她 傅齐白 今天你就等着叫我嫂子吧 傅先生 我是徐逆 你可能不记得我 但是我 一直惦记着你 哦 惦记多久了 傅良眼出国多久了 两年 三年 对了 之前傅老爷子办过大寿 傅良眼作为傅家子孙 一定去参加过寿宴 五年 我们在傅老爷子的生日上见过 五年前 我就开始喜欢你了 徐小姐 很长情啊 傅先生 愿意陪我喝一杯吗 徐小姐你的这个杯子 貌似喝不了了 那 就麻烦傅先生 帮我找这新杯子 傅先生 有女朋友吗 惦记我这么多年 连我的情识 都没有打得清楚吗 我想听傅先生亲口告诉我 我亲自告诉你什么 徐小姐 我记得 你有男朋友 傅先生消息有误 我没有 徐妮 这干什么 旁边是谁啊 你看 徐妮 徐妮 开门出来 干什么了 徐妮 这是跟女朋友亲热途中 被撵出来了吧 不对啊 刚刚看徐妮还在楼下呢 傅先生这是什么路的 刚刚说过 二楼有一间 五爷专属的房间 房间 不会就是这间吧 真的假的 傅先生 哪有这种事啊 女朋友不会跟五爷在一起吧 放屁 我五叔在国外还没回来呢 我跟你说 徐妮 开门出来 干什么了 徐妮 走 徐妮 怎么办 傅先生 这个门一打开 你跟我交出名了 你看起来倒是挺兴奋 我惦记傅先生五年 能跟傅先生绑在一起 我当然兴奋 和我绑在一起 或许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能为傅先生吃苦 我高兴得来不及 真是想看看傅琪般 恨我到咬牙切齿 还不得不见我一生嫂子的模样 让她吃给我看看 五叔 五叔你怎么在这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五叔 我去哪儿需要向你报备吗 不不不 五叔 我就是觉得很惊讶 你 你回来咱们也不说一声 五叔 徐妮是不是在里面 你要搜查我房间 不不不 不开不开不开 我就是觉得 如果我女朋友徐妮 从您的房间里出来 会不会 不谈起命 徐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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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错了 我说 去找傅良言 一块贵子汤 快点 二 看来 徐妮刚才是打算抓傅锡白的剑 结果误打误撞拍了 有意思 冲先生想让我怎么试图 永迟不深 死不了人 徐小姐 回去一下 傅良言 你这个皮着漂亮皮脑的魔鬼 你们副家的人 还只是个个都不吃亏 喂 你请我们吃 看一下徐小姐怎么样 顺便给她拿脚干净的衣服 这玩意用得上 回家还有燕尘的衣服 王爷 徐小姐已经走了 我没追上 欢迎你又又回家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个恰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赶紧捆 就是 你本身就是爆来的 是悠悠的替身 现在悠悠回来了 你就是个废体 妈妈 别这样说 妹妹好歹也替我照顾了你们这么多年 我知道 她肯定是觉得 我回来是来抢她东西的 哎呀 悠悠 我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的苦 心还这么善良 你知不知道 这本来是你想的福啊 是她占了你的 刚才说的话 你听见了吗 快滚 你们刚才都说了 我替她照顾你们这么多年 不得拿点报酬再走 你 好了好了好了 不管她了 来 让我看看我的宝贝女儿 哎呦 真好 回来就喝 来 喝 她终于要滚蛋了 以后这个家里 一切都是我的 当心点 你要笑出来了 妹妹 是我对不起你 拿这枚三百万的坠组拿走了 就当你给我的补偿 不行 这是我的 这个家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的 竟然敢用碎锅里骗我 一把年纪了 还搞故意伤害 肥肠精准备好了吗 我教育我自己的孙女 关你屁事 那看来是准备好了 让徐家的市值蒸发百分之十 我收点肥肠精 哪儿来的风格 在这儿装模作样的 没事吧 没事 什么 我们市值损失两千万 傅先生你怎么来了 徐小姐 你不小心把手机落下了 再说了 你是因为我落水了 万一你再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 再骂我不当事 我带你去 你说啥 你看你家撕破脸后 父亲把那堂哥 傅良言把你接走了 他还让你爸损失了两千万 你这会儿在哪儿呢 不会在他家吧 没有 傅良言把我接到了 警生医院 估计 他还是想熟悉吧 傅良言能有这么好心啊 他虽然表面是个精力医生 但私底下玩得可挖了 风马秀长鹤 妥妥一个大海王 可不是你这种白纸一张的 穿千小白花就能拿捏得了的 你千万别从一个火坑出来 扭头跳到另一个火坑里面去 他玩我 我别在玩他嘛 我就是厌不像傅吉巴这口气 我就是要当上他堂嫂 今天也行 徐小姐 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我拿给傅先生看一下 五爷 这是徐小姐的检查报告单 有话直说 我刚刚路过后诊室 听到徐小姐个朋友打电话 他好像 错把你认成良言少爷了 他怎么说的呀 他说要当齐白少爷的 唐嫂 唐嫂 他我当公纪人也罢了 连我的身份都没搞清楚 还说什么喜欢了我五年 行了 既然他想演戏 那就给他一个舞台 傅先生 我可以不输业吗 我的手一扎针就肿 好几天都笑不了 又疼又难看 你又是落水又是高烧 不输业 你想艳刚肺炎啊 那 那你给我扎 可以吗 毕竟我来到这里 全是拜傅先生所赐 总得对我负责吧 听说在脚上扎针就没那么疼 静脉注射造成手部重症 可能是因为针刺刺激 液体渗透 局部压力 所造成的 我之前呢 查过你所有的诊弹记录 毕竟所有的 所有的这次 都会 虽然是个花花公子 但专业能力 好像确实有点强 到时候呢 护士会来给你还药的 好好休息吧 我小时候总是生病 手背一直又活又肿 还疼得要命 你是第一个给我扎针 我没有感觉到疼的大夫 所以呢 我以后生病 可不可以都找你扎针 你可别为了来找我 故意生产病 真不愧是个花花公子 要不是我早早掌握了情 我都要被他套进去了 里面这位段位是真高 父爷亲自扎针的 要真心疼他呀 早就带回家输液去 还把他丢到医院 要好看啊 也就是个过客 随便玩玩算了 要不打个赌 看看能玩几篇 我刚刚听这位姐姐说玩 是不是自己没被玩上 羡慕极度恨啊 没关系 我会向傅先生引见你的 不如 趁这个机会 做个人情 徐小姐 傅先生在哪 呃 傅先生去会展了 那 我可以进去找他吗 对了 吴燕 徐小姐这边 你准备怎么安排 他要做什么 都配合他 我那个侄子 傅启白 一事无成 但是他挑女朋友的水平还不错 可是他眼下 不好好珍惜 好难 哎对了 你帮我帮公主收拾一下 名牌呢 换成傅联领 既然这个误会已经产生 那就先不着急进入 我倒要看看 他是怎么去当傅启白的堂子 当然 徐小姐请 傅良言 真是一笔好字 和他的外表一样 轻易又迷神 谁能想到 这种人私底下玩得那么慌 徐妮啊徐妮 你可要打起精神 只能勾引神 绝不能被勾引 傅归渡 这不是传说中他们武术吗 看起来很厉害 我听说 这个人是傅先生的武术啊 哎 我见过他 他 没有你厉害 你见过他 那他比我差哪儿啊 他没你好看 没有你有风度 更关键的是 没有傅先生这么会 扎针 很生猛啊 看来已经痊愈了吧 傅先生亲自扎针 我当然要赶快好起来了 嗯 我呢 也是一个有良心 真图报的人 我们前前后后见了这么多字面 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一下 你也别不把我的心当回事 毕竟你才刚刚知道 而你 已经喜欢了我五年了 周五晚上 我来接你 傅先生 好好工作 一上了就约我去看三点一线模特 这个女人 该说她是心大 还是狂风大 看一群三点事 叫穿的半遮半衣 这叫战术 免得她只顾看美女 忽略了我 既然爱看风马秀 那我就投其所好 给她看个大的 徐小姐 非常抱歉 傅先生今晚有台手术要主刀 跟您听好的事 恐怕要失约了 没关系 工作更重要 傅先生先忙 我在这等他就好 好吧 那请徐小姐 先到傅先生的会议室等一下 真想不到 爱看风马秀的花花公子 工作起来竟然有点诱人 难怪人家说 认真的男人最帅 许年 你可真是喝了 这种不干净的浪荡子 都吓得去醉 赵总 我在医院 见投资方 我只是个B组导演 产妹投资方的事 怎么也轮不到我吧 行行行 谈约三层是吧 我知道了 可以啊 赵制片 你找的这姑娘 太上道了 知道今天晚上要陪富少 穿得这么骚 能伺候富少 是他的福气 富少 这位呢 就是徐导 你看 还满意吧 赵制片 你这个消息还是不太灵通 这位徐导 早就睡过了 没什么意思 富气班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看来 富少是没在床上 驯服这小美人 那怎么能行啊 今天大家都在 不如富少 在这儿驯驯 那这样 徐导 我记得你学过芭蕾吧 来 你在我腿上 要脱衣 脱衣脚 给你一签 怎么样 够意思吧 这个太够了 富少 徐导 你可别忘了 咱们是签有对赌协议的 如果尽管拉不到这个剧的投资 就等着卖身还债吧 赵阳 这就是你作为制片的目的 我们是有对赌协议 但我是个导演 要托你自己 你 那这样 徐导 你把这桌酒喝了 项目我投了 好 这有监控 这可是你说的 好 怎么 喝不动了 你要是后悔的话 现在来跳芭蕾舞也行啊 你 再喝下去你会出人命的 不就跳脱衣舞吗 跳了又能怎么样 再说了 已经赔过富少一次了 再赔一次又能怎样 我才没有被狗咬过 我才没有被狗咬过 徐小姐呢 徐小姐已经走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 大医生 我得去谈员应酬一下 下次再约了 你这倔强的小样 你这倔强的小样还挺招人疼的 走开 你别碰我 你说你这何必 衣服一脱千万道士 你干嘛这么做给你自己 五叔 你为什么有五叔掉 怎么五叔要成的 五叔 他的五叔 你是 他的 五叔 你是 富贵洞 富贵洞 你还在 面前说 我见过富贵洞 富贵洞 您说您是 徐岛的朋友 那咱们呢 也是朋友之间的朋友了 我是徐岛这次的制片人 赵洋 很荣幸认识您 徐小姐 认识我吗 徐聂 你在我们庄园 勾搭影男人 现在勾搭我五叔 怎么 徐家不要你 派上我们富贵洞了是吧 你也不好好掂量掂量自己 什么精灵 敢跑五叔的船 你配吗 还真的是富贵洞 那个很绝色 有农的人渣吗 我 富先生 富先生 您既是 徐岛的朋友 又是七白少爷的长辈 咱们是一家人嘛 对吧 要不您也坐下来 喝一杯 毕竟也没有什么事 是喝一杯解决不了的嘛 徐小姐 五年前就认识我 如今 我算你朋友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她 小沈听着 可比唐草代劲多了 今天富七白在这 我不气死她 我就不兴许 不算是吧 富先生 应该算是我的 男朋友 男朋友 读书 在干什么 这是我玩过的 富七白 你听到了 我现在是她男朋友 还在苟静 我宁 对不起 我说 我知道你要了 这次你饶了我 要跪 就滚回家贵 别在外面 我专人信 富先生 要不你把徐导交给我吧 不麻烦你了 把年轻的女导演 敲个金主贤妹 我怎么敢把徐导交给你呢 哦 对对对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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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姐 下车了 别走 徐小姐 好好看看我是谁 你是 傅先生 我是哪个傅先生 傅先生 就是傅先生 只有一个 让你来流了几公里 其实我还没有 不足了 你还没告诉你 对方 难得徐小姐能入您的眼 竟然让您为他设了 傅总的约 我自己的猎物 我要自己看好 来 把药吃了 张嘴 你给我吃的什么解救药 这么有效果 这不是我们酒店楼下吗 傅龟渡怎么知道我住哪 难道他调查过我 傅先生 谢谢你 谢的是哪个傅先生 当然是你啊 傅龟渡先生 毕竟傅先生对我这么上心 连我从徐家搬出来之后 住哪都知道 戏已经唱完了 你也不用那么卖力地去演了 徐小姐 我记得你是导演吗 不是演员 傅龟渡那条疯狗 谁知道以后要找我多少次拿了 既然有个能镇住他的靠山 我当然不能放了 怎么了 这么说来 傅先生刚帮我 是逢场作戏了 可真是让人伤心 毕竟我对傅先生 是真心的 再说了 我刚亲了你 我得对你负责 徐小姐 赶下车了 傅先生 能送我上去吗 可以吗 可以啊 徐小姐 请 不是吧 拿来真的 刷不开房门吗 没有啊 老天爷 我这是在干什么 究竟真是害人 跟男人来酒店 这个是我二十三年 人生以来的活一次 要进来吗 要进来吗 死男人 搞这么欲干什么 又清冷 又清冷 又晕 还知道解开三颗扣子 你在害怕呀 傅先生误会了 我没什么好怕的 他到底想干什么 真看上我了吗 徐小姐 还把我留下来 傅先生误会了 我 这是怕 耽误你的证实 身头是一套 缩头也是一套 不就是一夜吗 睡到傅家的午夜 我也不愧 小水味太浓了 黄毛水鸭粉会败兴致 徐小姐 好好休息 再会 不愧 不愧 富贵渡 你个臭流氓 我还就爱上小黄鸭 怎么啦 你没吃过鸭子 又吃又嫌弃人财 你好意思吗 鸭子怎么鸭子又可爱又好吃 又刀又烈 又烈 又刀又烈 请多开哟 你不 我 你 你 他到底是佳还是不佳呢 许妮 你跟傅伍爷 到底什么关系 你想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这什么态度 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要记着啊 你还背负着对赌协议呢 傅伍爷如果真是你的金主的话 你拿去撒个娇 再卖弄卖弄美色 让他投了这个项目 咱们俩都轻松 他要不是呢 要不是的话 就摆成你的位置 给我好好干活 女主角 我已经签了 代资尽足 收敛你的脾气 给我尊重一劲 好好伺候大小姐 喂 许太太 您亲自过来啊 行行行 我马上去接你 这头子可不算小 资本耗费神力 物理塞进来 就是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 凭口舌之快是没用的 许妮 现在我才是这部剧的金主 你立刻马上从我的剧里滚出去 你别忘了 我现在还在徐家的户口本上 事后不管徐家有什么 我都能分一半子 我都能分一半子 许妮 你别给脸不要脸 妹妹 我知道你记恨我 你的房间 家里还给你留着 我都没有赶踏进去一步 你以后想回来 随时都可以的 徐妮 你要干什么 你占了优移的人生 享了优移的福 你还这么欺负她 你是人吗 你们是 姐妹 她就不配做优优的姐妹 优优 你是她的老板 她再敢冒犯你 你就狠狠地教训她 听到没有 徐大小姐 你的好妈妈 还指望着我给她挣钱呢 你 徐妮 都是一家人 又是你姐姐 你闹什么情绪 赶紧给优移小姐道歉 我的好姐姐 我可不是闹脾气 这可是你的第一场戏 我实在是想把她拍好 但你这样 我还能做 今天先不拍了 你还是 先 减减肥 尽量在我的镜头里 有个人呀 那我 你 你 不好意思 我去我去 妈 徐妮 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你干什么去 去找我的金主 拿投资 宝贝 在干嘛 这场手术呢 是02年的一个手术 当时呢 这台手术 其实 啊 什么情况 傅院有种吗 上次听 我是说 傅院亲自给你 扎针 难道就是那个女人 需不需要休息一会儿 等你们讨论完了 我们再继续啊 自己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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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是爱死我 还专门给我搞这个东西 这个男人真红色 好爱呀 傅先生 原来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 难道是 早就对我感兴趣了 勺子脸 对你没坏处 专门收拾了办公室 富贵度 你是魔鬼吧 怎么能随时随地 让人这么尴尬 我的老天爷 我刚刚就顶着 这么一张脸 挑戏了他 是 秦小姐 好的 这边先不打扰您了 祝您生活愉快 再见 我要下班了 又一起吗 眼线匹差 好你个眼线匹差 天生 I will someday 别怕 我再走 来 慢点 我来吧 这个很痛 我不怕 要抱 那也行 我 我 啊 这么高贵清冷的人 竟然也会这么换手的蹲在我面前 为我上扬 他到底对我什么感情呢 要是我敢 恐怕我连他的一片衣角都碰不到 伤口不深 注意休息就好 但是千万别碰水啊 你是喜欢我的吧 徐妮 你今天做的什么事啊 我养了你二十年我不求你回报 你至少不应该这么伤害我的亲女儿啊 徐妮啊徐妮 你还在期待什么 你喊了人家二十多年的妈妈 到处来 还是个冒牌 欠别人不要的才能狗狗 不求回报 好一个不求回报 你们从来都没有养过我 小的时候 是家里的保姆觉得我可怜 给我口饭吃 我长大之后 是我自己四处打工才养活自己 我以前一直讨好你们 我想让你们喜欢我 但我现在不想了 我现在觉得跟你们在一个库口本上 我都觉得恶心 你们要是还想让我为徐家赚钱 你们最好别这样跟我说话 原来她的机灵口外 也不过是为了宗小唐人喜欢强壮的 你刚刚问我 我是不是喜欢你 徐妮 我的喜欢 你承受得起吗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的一切 都将是我的所有品 只剩 是死 都抹不掉 你这些话 不下十个男人跟我说过 什么生生死死一心一意 到头来 都是吃干抹尽 在寻心欢 是你 你说的没错 成年人的时间 多的是剑色起义 大家各取所需 坏得坦坦荡荡 但我不一样 我的需求没有尽头 一旦招惹 就摆脱不掉了 坏女人 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徐妮 我只纵你这一次 你好好想想 应该怎么收场 怎么收场 你看上的不就是我这副身体 徐小姐 你对自己的身体 未免太自信理性 好好想想 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她 是那个可以为我遮风挡雨的什么 完了呀 我有一点喜欢上她 说好的玩玩 千万不要把自己又玩进去了 徐妮 你给我清醒一点呀 好 徐妮 给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为什么非要比游仪小姐结实减肥啊 现在好了 把人遣进医院了 你马上给我滚去道歉 你要是丢了徐家的投资 你就等着卖身还债吧 知道了知道了 我已经在医院了 别装了 你根本没病 不愿意为角色付出 大可以不接这不行 徐妮 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 我劝你啊 尽早从徐家乖乖的给我滚出去 别给脸不要脸 与其威胁我 不如好好求求你亲爱的爸爸妈妈 把我赶出去 爸爸妈妈 悠悠 对你妹妹态度好一点 她是徐家的女儿 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爸 不用 我不配 你好好劝劝你的爸爸妈妈 把这件事办好 我做梦都念你的好 我知道 爸爸妈妈还是舍不懂妹妹的 我哪是舍不得她呀 我是舍不得钱 这个死丫头 也不知从哪攀上了富家的五爷 我昨天给徐妮打了电话 骂了他八句 他竟然让咱家损失了八千万 这贱人拍上高知了 上次就让咱们家蒸发了两千万 什么 富武爷 你派人跟着徐妮 派到她的黑料立刻发动 妈妈 妈妈 妹妹拍上富武爷 终究是件好事 我们应该替她高兴呀 哎哟 还是我们又有好 又贴心又善良 这个富武爷 怎么看上的不是你呢 你要是当了富家的太太 不光是你 连我们全家都能跟着受益呀 是啊 爸爸 咱们家跟富家能搭上线吗 富武爷为了徐妮让咱们家亏损了一个亿 我就让他为了我还两个亿回来 徐妮他不在乎咱们家 我在乎 我永远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好 好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我这就给朋友打电话接信 喂 我那便宜爸妈今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 态度对我一百八十多大转弯 你闲得没事干了琢磨他们的心思 我告诉你 我在谭元看到你那个偶像楚宋了 楚宋 是我那个粉了十年的巨星楚宋吗 就是他 你来不来 等我 我马上到 上啊姐妹 消息都给你打探的真真的 你有下就在这里呢 嗯 我呢 就不陪你进去了 省得影响你和楚宋深度交流 什么深度交流啊 哎呀 我可是他事业粉 我就想看着他好好搞事业 谁跟他谈恋爱 对不起 哈哈 解我进去吧进去吧啊 你 这 小姐找错门了 你咋我给你忘风 你认识我 十年老粉 花球鬼我都认的 老粉 那我这个样子 要不要先去医院 我现在 可能不太方便出面 拜托你 去医院 去医院好呀 富贵渡那个狗男人 调戏完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我们今天非得把他揪出来不可 走 恶相 我带你去医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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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医院 受了点伤 手臂血流不止的 去急诊室又不太方便 你能帮帮我吗 上来吧 走 我这有人 带你走个后门 这么大呀 男朋友 熟人 最多算个朋友 没人 走走走 是徐小姐吗 请跟我来这边 诊室在另一面 傅先生呢 傅院另外有事 已经为你提前安排好医生 他怎么没来 他在开会 你要见他吗 我去跟徐院说一声 不用 这个狗男生 他怎么不来见我呀 好想知道我刚刚叭姐的样子 他什么表情 走吧 快走 来 偷胎一下 哎 轻点轻点 是不是一定会留疤呀 最好像那个纹身一样 啊 究竟可能有点刺激 你真是我粉丝 你还不信 你看啊 我 你呢 是个半个素食主义者 每周 去一次见证法 你四呢 两个小时 你还养了一只大型犬 弓的 叫 缺锡 出道十年 零匪文 粉丝都担心你的取向了 毕竟感情方面 你从来都没有出道过 哦 对了 你大腿内侧 还有颗质 红色的 很好看 你怎么知道 这还不简单 富严 好久不见啊 傅伍颜 你不是神经科医生吗 来这儿干嘛 徐小姐说的关系 不会是你吧 他说我什么了 熟人 生死算朋友 主要是 不想暴露 傅先生的身份 他说的对 我们俩呢 顶多算是熟人 说朋友都有点夸张了 初少 好好养伤 有问题再过来 我先下班了 不是刚发故事 再也不想他了 雪妮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我猜偶像应该 还有私事要处理吧 我就先走了 谢谢啊 没事没事 徐小姐 你怎么来了 傅先生正在会客 没事 我等他就好了 我女儿悠悠 是个演员 最近接了一个 医生的角色 听说五爷是位名医 就想跟五爷 学习去 我怎么不记得 我剧本里有哪个角色 是医生 难道是徐大小姐 终于想通 准备换组 他们同居了 徐妮这个贱人 真派上了傅五爷 不可能啊 这家里没有 一点女性元素 看来 看来 学习费了这么多劲 也没有登堂入室 我怎么会抛弃妹妹呢 只是妹妹一直 迟迟不开机 我又不能这样 一直干等着 所以就只能 先接一个医疗的广告片 尝试一下 不同的风格嘛 我这个养女 从小性格就不好 让我也欠笑了 没事 我倒是觉得 还挺可爱的 这么会说话 难道是 被宠送自己了 还是在徐家人面前 给我做脸面 不是在医院 陪别的男人 有事啊 宝贝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没想到 你竟然在会课 徐小姐 如果你想学习 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 你可以去医院 应聘一个护士 我教你的东西 你也学不会 所以说你现在 在浪费我的时间 宋哥 无言 我 你愣着干嘛呢 不是有事吗 还说吗 还说吗 学医的黑料放出去 找点水军炒不下 不要让他身费凝炼 找我有事啊 你在医院来诊室 是不是就是为了来看我呀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你办公室下楼 不露过那件诊室 你来瞄眼就这 你不来看我 那看谁 楚颂啊 所以 你特意抛下楚颂来找我 嗯 楚颂哪比得过你啊 徐小姐 忙得过来吗 其实 我跟楚颂也不太熟 像他那种 不是人间烟火的大明星 哪认识我这种小导演 我就是偶然 恰巧 发挥了一下 人类文明的 助人为乐性 你大腿的痴 可好看了 不熟 哦 那个是 偶尔在剧里看到的 我内心毫无不乱 不像你 你要是大腿上 有一颗痣的话 我肯定 面横耳赤 心跳加速 难以掩饰 呼吸困难 可能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吧 徐小姐 嗯 上次我让徐小姐 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要和我在一起 想好了吗 傅先生 想什么 总不至于 是要跟我结婚吧 春其量就是 好吃好喝 拧包珠宝 养殖金丝雀宝 你对我这种身份的人 很了解吗 你那个侄子不就是这种做派吗 他的身份地位还不如你 徐小姐 你对我的理解 可真是浅薄到可怕呀 不过也好 你能这样问 说明你已经想清楚了 准备好做我的金丝雀了 嗯 我可是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云包珠宝 钱我二十年都没享受过 我后面也不感兴趣 哼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对你呀 傅先生 在我们娱乐圈 最擅长的 就是地下恋戒 要不要跟我试一下 徐小姐 你以前做水产生意的 这是楚颂 那几张照片 就是我们去医院找你的时候被拍的 他在台湾跟别人打架受了伤 我偶然路过 被他逼着去医院被拍的 我就是个小胖灰 这前后夹刀 我还要被你这样嘲讽 哼 我不说点什么 你挤眼泪的样子倒是挺可爱的 打算回去吗 你打算离我过夜 我们是不是发展更加快了一点 再过二十分钟 这个地方就打不到任何夜的车了 我的助理也已经下班了 不会有人送你 所以说 还有其他的事情 啊 我 回去也可以 但是我想听你声声玩 行行行 不说算了 我现在就叫车 没电 危险 大美妞 手一杯剂 月黑风高 不安浅 哎呀 你真让我小小的叨扰一晚上 我 我胆子小 我前两天被跟踪 我看谁都不像好人 我心心胆战 徐小姐是心里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让你这么担心是我 你送我去 我就回去 这呢 是一间客房 但是没有女士的睡衣 将就一下吧 我真的可以留下 嗯 太好了 谢谢傅先生 那 您早点休息 晚安 当然了 如果您不想休息 还想干您什么的话 我也是OK的 嘴巴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嗯 傅先生不懂 这个呢 可是战的 所谓徐徐徐之 毕竟 太容易得到的 通常都不会被珍惜 哈 可 向随 她昨晚穿的这剑 我去剧组了 谢谢傅先生收留 对了 睡衣特别舒服 这衣服您不是不穿了吗 我记得扔了可惜 我把它放在客房衣帽间了 你怎么又拿出来了 穿 帮我洗一下 缝衣帽间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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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他来了 徐导 徐导 你可算来了 赵志佩在那儿 找你呢 说是联系不上你 我知道 我被人搞了 昨天的热搜 也给公司带来影响 你去忙吧 我去跟他说 你这件事 我去给你安排好了 咱们徐导还真沉得住啊 微博上都吵翻天了 投资方也有很大的意气 光这一上午 我就接了四五个车子电话 我是个小导演 没名声没声望 何都何能能掀起如此大的舆论风啊 但凡你私底下的事收敛点 也不至于被骂成这样 因为你的破事 我拉来的头子撤了一半 徐导你真是顿大佛呀 我们这些小庙还真容不下你 你别来出来 射搜已经压下去了 我是出品方 指定的道理 你要开悟 你是不是得经过出品方的头 徐导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好聚好散 以后在圈里遇见了 我还能提携提携 没想到你这么 敬酒不吃非要吃法酒 徐家已经补上了这次彻底 而徐家投资的唯一要求 就是换掉你这个投影 也就是说 出品方已经同意了 还有 根据协议 你要飞上公司七千万 可是呢 咱们优仪小姐心善 免了你这批斩 你真是捡回了条狗命啊 还不赶紧 好好谢谢优仪小姐的恩情 谢恩就不必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 你现在立刻从这消失 我就当你是谢恩了 我的目标 是把他从父母爷身边赶出去 他一旦背上天价战 一定会想方设法着再赴我 只有让他一无所有的滚出这个圈子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你 你这东西都收拾好了 你呀可以滚蛋 我 为了一米小姐 好消息好消息 姐妹 我 不用上班了 走 喝酒去 不是去剧总了吗 怎么喝成这样了 昨天的热搜看到了吧 徐优仪搞的 公司以这个为借口 把他开了 热搜不是已经压下来了吗 徐优仪铁了心要开他 哪个还压不压得下来啊 他吵着要找你 我没办法就把他送过来了 他就麻烦你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好谢谢啊 没事 醒醒 富贵度 你怎么在这啊 你听说了吧 我终于不用面对徐优仪那个虎背熊腰的臭脸 给虚家赚钱了 来吧 刚好没了工作 让姐姐我 好好跟你 谈恋爱 这是哪啊 奇怪 我记得我喝了好多 我怎么一点也不痛 这不是我的房间 傅先生 你 我 我怎么在这 徐小姐 你自己干的什么好事 自己忘了 我 傅先生 我不会冒犯你了吧 不好说呀 你一会儿 挂在我脖子上 说要给我当金刺券 一会儿呢 你就让我滚 徐小姐 你不是那种 会被一点挫折 而被打倒 去出卖自己的人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昨天实在是太开心了 就 多喝了两口 那你现在还有哪儿 不舒服吗 嗯 那 你是想继续留束呢 还是我送你回去 回去吧 我总住酒店 也不是长久之计 得尽快找个房子 安定下 来 把衣服换了 车库等你啊 徐氏集团 资金链断裂 董事会获将面临 巨额债务 徐氏集团 我爸的公司 今天徐又一才 指高气扬 用投资开除了我 怎么晚上就 资金链断了 大概是报应吧 是你做的 要养金链 从里拿出点诚意来 到底是不是真的希望我 我实在不想再受一次情伤 傅先生大恩大德 我无以回报 要不 我住进你的房子里 照顾你的生活起居 以及 快乐的需求 抵房租 你是对谁 都这么放肆 怎么可能 只对你 没有 只有对你 被拍到会上社会新闻呢 我 我 这是我的 朝暗事拆我的信息 你怕什么 徐小姐 千万不要再说那些 轻贱自己的话 用身体体的房租 并不好听 时候不早了 下车吧 他喜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 但是 好像喜欢上他了 我可真没出息 五叔 爷爷都等急了 不是哪个女人 把你绊住了吧 我现在过来 不是吧 真的有女人啊 五叔 今天叫您 就是为了告诉您 楚明瑶回国了 他把您俩的事 准备提上日程了 您这个 不该管的事 连问都不要问 楚小姐 冒昧打扰了 我这次 是为了您未来的联姻对象 富家五爷来的 嗯 你看看这个 我想替我那个不成气的妹妹 向您道个歉 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竟然敢勾引五爷 我和我父母知道这件事都很生气 还为此把他赶出了家门 结果他竟然不思悔改 甚至还变本加厉 小姐 傅先生拒绝了您的晚餐邀请 还说您和他的婚约是长辈定的 不是他的意思 他会重新考虑婚约 而且 傅先生最近和一个女人走得很近 徐小姐 你这个妹妹确实有几分本质 不过 想跟我斗 恐怕还差点火候 那他当然是没法跟您比了 但是 这个贱人特别会勾引男人 我怕五爷真被他给迷住了 您到时候贸然出手 只怕会惹五爷不高兴了 对付这种女人 用常规的手法给您行 当然是 宫心 喂 好久不见 救命恩人 蠢松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当然得上点心了 请我请 来来来 我太激动了 我做的也没想到 你竟然会上门来拜访我 其实我也不完全是来拜访的 许妮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赵阳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你早晚被他带到坑里去 是不是东西我都已经被开了 被开了没关系 十年老 作为我的救命恩人 为了报答 我这有份工作机会 要不要 最近呢 有一个关于发觉新导演综艺 叫开拍把导演 我作为一名演员嘉宾 只要你能在这个综艺里展露头角 以后还怕没有片子 赵阳他都跪着求你 孟姜 你实在是太好了吧 不愧是我粉了十年的人 那 你愿不愿意签到公司没下 你放心 我肯定会给你实力相匹配的资源 毕竟只有你发展的好 我才会赚钱 考虑一下 全部照顾 老板 你这是 老板家 房子找好了 总不能一直住酒店吧 我已经找好了中介 帮我看房子了 那这样吧 我送佛送到西 房子我给你提供 从工资自己扣 但是 如果你这个综艺 你能拿到名次的 房子就奖励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老板 那就这么定了 对吧 公司 给我配了一套别墅 嗯 怎么样 老板有钱 你左边邻居是宋岛 右边邻居是寒岛 后面那一排 住的是王岛跟陈岛 许妮 你现在可是住到明岛窝里去了 老板 你也太好了 不 那 换一下 那今天晚上 我们在别墅吃饭 就当是给你暖居了 顺便庆祝你齐开得胜 鬼动 你怎么在这 找人 你怎么也在这 一个朋友住这 来找他吃饭 你呢 我 先生小姐 这间套房的住客 今天已经退房了 几点退他 他自己退的 好像是下午两点左右吧 不是他自己 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先生 和他一起退房 那个先生长得可帅了 特像一个明星 好像叫什么宋 明星 什么宋 不会是我哥吧 大明星 真是猴鹤 居然把大厨 请到家里来坐 不是啊 这个大厨呢 是我们家的 我妈特喜欢他的手艺 所以呢 我不叫猴鹤 叫 坑老 快尝尝吧 那就 希望老板以后 多多照顾 还叫老板 你们粉丝团 不是叫我 阿宋吗 你以后也叫我阿宋 这样 别人就知道 你是我老粉 好 阿宋 阿宋 五言 找到了 向西山品质 请 怎么样 喝不喝口味 这味道好熟悉啊 好像在哪吃过 这个大厨啊 来我们家有 二十多年 从我出生前就来了 你吃的呢 应该是类似的味道 可能吧 记不清了 不过啊 还是要谢谢老板 菜这么好吃 让我感觉 有一种 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你像是 在跟我递话呀 你想跟我有个家 我被拍了 富贵度 要是被他看到 我就死定了 不好意思 阿宋 我有急事 我先走了 富贵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 那个热搜 富爷还真是厉害 你你才刚搬进 新家一天 你这么快就 找上门了 你 徐小姐 什么时候跟楚少 这么亲密 什么时候跟楚少 这么亲密 富贵先生 阿宋 只是给了我 一个工作机会 这个房子呢 是公司给我配的 我付了房租 热搜是狗仔黑我的 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 本来是想晚上 跟你解释 看来是我 打扰你们 请公宴了 没关系 你们先吃嘛 吃完了以后 等你晚上想起来 再告诉我也不吃 来都来了 谈什么打扰不打扰 富爷 先来一起 我有一套 闲置的公寓 比这要好一些 等你们吃完饭 我带你过去 你就不用再 占用楚少的地方 怎么能叫占用呢 给优秀员工 安排住所 本来就是公司的 福利制度 妮妮 你好好注意 加油工作 她不需要这样的 员工福利 也用不着加油工作 怎么 成功人士面临的 选择难题 妮妮现在就要面对 呃 我 徐导 我采访一下 事业 和男人 你选择哪个 老天爷 这是什么修罗场 楚宋是嫌我死的 还不够快吗 我 还是说 五爷这样的 是你想要的 五爷这样的 是你想要的 我当然想要 啊 啊 以五爷这样的 外星条件 要是进娱乐圈的话 不用演气 肯定都能成为 国民老公 人人得而追之 我太伤心了 妮妮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你前两天 才是我大队的 至好看 现在就说 父母爷 人人得而追之 你别乱说 我可是你事业粉 你要是不好 搞事业 转去变恋爱脑的话 我肯定会代表 所有事业粉 去暗杀你 那如果 我的恋爱脑对象 是你的 呃 是谁都不可以 除少 时间也不早 没什么事的话 就赶紧走 男上司深夜闲聊 女下属 这个事情呢 是会被定义为 职场性骚扰的 而且你粉色这么多 如果传出来点 匪文的话 对徐小姐也不利 你呢 你害怕跟我传匪文 你这个问题 已经构成性骚扰了 他介意才是性骚扰 他要是不介意 那这就是调解 哎 你别搞我呀 你那些牛肥有多可怕 你不是不知道 我只是个小小打工人 但是 单泡龟的话 也不是不 但是 得加钱 没问题 我手里的钱 像 思雨 只要你钱 一句话 你确定要住在这吗 你确定要住在这吗 啊 其实我觉得这里还不错 这所有邻居都是我的前辈 要不然 傅先生 你考虑一下 可以 不行 那如果褚少这么介意的话 那没办法 徐小姐 你只能跟我走 五言说什么呢 您能来我们这个员工宿舍 是我们这旁边生婚了 褚少不介意就好 时间也不走了 回家路主缘 好天爷 赶紧让这个修罗场结束吧 啊 时间也不早了 你路上捉眼去 你你 有些家庭 是谈不起爱情 他们的婚姻 大多都是利益交换 而这个价格 你是付不起的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别玩自己控制不了的 是啊 我在想什么 就算富贵度喜欢 那我的结局 也不过是个金丝雀吧 我知道了 不劳楚少操心了 富先生 你开车小心 你要跟我走 富先生 想要以什么身份留下来 我的 金主吗 所以 你选主送 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个人呢 我 我不想做你们富家子弟的玩物 不可以吗 我从来没说过 你是我的玩物 那我是什么 女朋友 对 女朋友 你们男人为了把脉 真的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呀 徐小姐 现在这么放肆 看来是完全不需要我来 但是很遗憾 我之前跟你说过 坏女人 不是那么好当的 而我呢 也不是那么好舍她 到得休息 晚安 既然亲骨我嘴唇 富贵多你个狗男人 我不就是不想到杰斯雀吗 你好好追悟会死啊 徐道 外面 外面有人找你 说是徐家的员 来跟你商量一下 清覆口的事 你爸欠了我六千万 让我来找你 不是说 签户口吗 你爸教他 不这么说 你怎么出来呀 他不是我爸 谁欠你们钱 找谁去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爸说了 负债女还 我们也不是什么惹事的人 如果你乖乖配合的话 那也没什么事 否则 我们就把这翻的地朝天 等等 我还 你们给我时间 三天 三天 要是还不了钱 我们的手段 你肯定不想知道 走 刚刚才以为我的人是 终于有新的出口 只高兴了一天 我上辈子 是欠许家 还是注定 要为他们凿醉 这个点 他应该还没有回来 我在这里等他好了 我去 你来干嘛 我洗了澡了 还做了全身美容 还是挺美味的 你 还要我吗 等我多久了 三个小时 楼上那间客房 你也可以自用 许你啊许你 你可真丢失 昨天刚大爷有人的书 不当金字 却不当玩火 今天就甜不知耻地 自己送货上我 三天 要是还不了钱 我们的手段 你肯定不想知道 孙岩值几个钱 这副身体 要是能卖六千万 那反倒是我的幸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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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你衬衫的样子 漂亮吗 许小姐 收下吧 我今天下午刚做了一台手术 患者也是一名女性 跟你年龄差不多 你的身体 在我的眼里 跟她没有任何区别 不能退缩 如果今天晚上不成功 那我就彻底完了 可我已经付出很大的诚意 也鼓起很大的勇气 能不能 给点反应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吗 什么 你不想当金丝雀 更不想做我们这些富家此地的文物 那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好好跟你在一起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我喜欢你 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你听清了吗 我喜欢你 我想好好跟你在一起 哭什么 喜欢我 让你这么委屈 还要哭没委屈 嗯 陪我喝一杯 好了 好了 联短 巴 不 我 北 我 你 我 我 好 这什么 行啦 你 你 我 我们昨天 发生了什么 你穿着我的衬衣来找我 然后我们就喝了几杯 然后呢 睡觉 只是睡觉 只是睡觉 我们真的昨天没有发生什么吗 你觉得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这 你脖子上 那是什么 没什么呀 一个吻合而已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最留点 念念 你爸今天接到通知 那六千万的欠款清了 清了 是不是找了什么人 念念 妈知道 你也不容易 可这毕竟是丑闻哪 如果你真的做了那件事 也不要招摇 毕竟 对你名声不好 你们把我推给催债人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丢人 你们既要利用 又想我丢神 你们徐家人的心 怎么都这么自豪 妈也是为了你好 毕竟女孩子做了那事 是不好嫁人的 不过你条件好 不能因为这事 耽误你的终生大事 为我 那为什么还要用我的命 去抵徐家人的债 不做这种亏心事 你和你的丈夫 和你的宝贝女 晚上不怕被鬼敲门 那 这件事你能不能瞒着幽影 毕竟她承受不了压力 你们家 现在和我 解除一切法律关系 否则 我就把你们徐家 欠债破产的事 告诉徐幽影 现在立刻 滚 好 我走 我走 但这事你一定要保密啊 是谁帮我还清了战 富贵 知道这件事 也只有她 傅先生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我不能来 我刚好有事问 我妈 徐太太说 徐家六千万的债 已经还清 是你 做的吗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又鼓起那么大的勇气 我总得给她回应 谢谢你 我知道这句话很苍白 但是我 忙忙 上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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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在我 先 那个的时候 弄疼你了吗 有点 你力气有点大 那我是在窗边洗的 还是在床上洗的 你是把我安在墙上洗的 我 把你安在墙上 不过我确实也配合你了 这人怎么这么会都圈子 怎么这么会不弄寻寻 不行 我忍不住了 我要直接问了 那我们昨天晚上到底发生关系了吗 那你是希望发生 还是没关系 我 我只是觉得可惜 我昨天什么都不记得 既然不记得了 那就不用刻意想了 走了 坐吧 是和谁吃饭 几个朋友想见见你 为什么想见我 他们说想看看我女朋友长什么样子 女朋友 我是你 女朋友 虽然你们娱乐圈擅长的是地下恋情 但是我们这个圈子不一样 我们一旦交了正经的女朋友呢 都会带给大家来看 我是你正经的女朋友 我们在谈恋爱 我以为那天我们在西山亭府 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许你 你不是金思泉 更不是我的万物 你是我的女朋友 可是 你还没有正式问过 原来你是介意这个呀 好 那我现在问你 是你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五嫂在哪儿呢 快让我看看 哇 你叫这许逆吧 太漂亮了 五哥 夜光也太好了吧 五嫂你好 我叫林之义 你叫我之义就行 你好啊 之义 五哥这么难搞 你俩谁追的谁啊 我追他 而且你们刚才 进来的太快了啊 我真问他同不同意 何止还没追上呢 行 是我们杀风景 不过 你可以重新问一次吧 我们几个给你做个见证 等等 之前找我定制的东西 本来是想顺手烧着的 没想到 还赶上个好时候 许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哎呦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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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哈哈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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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你是我的女朋友 现在相信你 谢谢傅先生 傅先生 我 哥 我不会 cafeter 我 疲惯 我 百만 嘿嘿 姜路 是不是我们综艺组B组导演 哈哈哈 快来再喝一杯 来再喝一杯啊 我叫做一百万啊 嘿嘿嘿喝 谁啊 啊 哼 我记得你 徐妮是吧 小江他们那个综艺里的一个三流导演 吃了熊性豹子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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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姐 你冷静啊 我没事的 他是投资人啊 投资人 嘿 我套我鬼的字 除非啊 你让徐妮给我跪下来 可以摆个小头 同测 我就臭死 什么人敢在残人闹事 徐小姐 我爷说了 您仗的是他的事 今儿您就是闹翻了天命 他也给您兜着 这个人冲撞了你 您随意处置 你们谭员就这么做事呢 我可是你们的VIP客户 你还敢做事 混你为了吗 用你那猪脑子好好想想 跟谭员挂钩的五爷到底是谁 五爷 五爷 富贵度 徐小姐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太山 在这冒犯了你 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这次吧 给江导道歉 江导 对不起 是我吃了猪油猛的心 您就原谅我吧 没事 别怕 徐小姐 您还是带这位小姐先离开吧 这里一切我们会处理好的 嗯 走吧 唐员的人怎么会知道徐妮是五爷的人 难道五爷公开他了 楚小姐 你要是再不行动 那个贱人可就要登堂入室了 你有什么主意 很好 就这么办 真是蠢出天的几次 但只要我稍微动一点手紧 效果或许会比现在更好 唉 今天是我们确认关系的第一天 你就让我一个人独守空房 女朋友 我明天一大早上就要出国 去你那实在是太远了 我根本起不来 明天好不好 明天好不好 我明天一下工就来找你 嗯 好吧 唉呦好不好呢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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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死你得了 你以后不要叫徐妮了 你叫徐娇娇吧 那 那这就 你 你以后就叫我娇娇吧 这个就当 你给我的 真是 谁叫叫 行 这个世界上能让我一直让步的人 也就只有你了 开着小心 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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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是谁 哟 怎么了 我们是你的老公啊 小美女 怎么睡一觉 连自己的老公都忘了 你想干什么 钱吗 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们 老婆 你看你老公 我现在捐钱的人吗 别想那么多了 今天晚上啊 就好陪陪我们两个老公吧 我保你全屈全北的回家 五夜徐小姐被人掳走了 和你分开之后徐小姐并没有回家 我们查监控 发现徐小姐被人迷运带走了 目前追踪到城西那边 具体位置我们还在定位 你这废物 会来 救命 救命 我快走 不 冷 老实点别动 你们是谁 老实点 行 好 我叫楚茗阳 楚生的妹妹 同志傅五言 徐小姐我先带回家了 让她去楚家接人 楚小姐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你是我哥的员工 我替我哥保护你是应该的 娇娇 鬼都吓死我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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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们看好你 没事 怎么回事 我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 没有感谢费就算了 怎么一上来就给人吃狗粮 楚小姐 多谢了 不过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徐你出事的 那几个人关押徐小姐的地方 是一家废弃药厂的员工宿舍 我想拿下那块地皮 今天正好去看地方 半夜去看地方 没办法 想拿下那块地的不止我们一家 我只能先下手为家 那个厂长刚下飞机 就被我立刻接到手 带她去看地方 楚小姐 很勤奋 傅先生 我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 什么亲亲爱爱的 我并不感情趣 能打动我 只有情 所以这次就你小女朋友的情谊 我们可以折线 我知道 傅家拿下了霍华德家族的项目 那么大的盘子 你吃得下吗 不如有钱一起赚 楚小姐口气好大呀 一上来就盯上我们傅家 最核心的项目 来姐们 证明真爱的时候到 你问她 爱情爱上你 我 明天来签合同 不 你还真答应了 看来你对她 还真是不一样 已经全部查清楚了 策划整个事件的就是徐游仪 她买通了黑帮 趁徐小姐不注意的时候 帮走了她 不过她是做得比较谨慎 我没什么证据 那就不需要证据 她所策划的事情 原封不动 是 等等 我想去见徐家人一趟 我和徐家 还有法律关系 我想趁这次机会 把她解除掉 我陪你一起去 走 这是困扰我二十多年的事 我要亲自解决它 好 那我在徐家门口等你 别害怕 出现任何的事情 我都会站在你的身后 我来 我竟然没事 难道我的计划没成功 难怪那新闻再也联系不上 你是不是你不是這個嗎 來看嗎 我來和徐憂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啊 啊 你臉皮挺厚 這都沒打 曲妮你發什麼瘋啊 你的寶貝你啊 改通黑幫綁架了 想毀掉我的青人 徐太子 你就是這樣對待你的救命的人 什麼救命的人啊 徐妮你這個賤 當然是你的救命恩人 居有贏 你還不知道 徐家已經過產 徐妮 閉嘴 不愧是情深 還是這樣的掏心掏股 正好 今天把我們的法律關系中止 只要你們一家三口 就可以和和美美的 一起獲上你們最懼怕的窮苦世子 林俊 我們家的證物還要靠他 很好 不簽也可以 那他 就得做的 徐先生 我向你保證 我會用盡我渾身力氣 上他無期情 爭取死 你簽 不用錢 徐妮 你怎麼不簽死 你怎麼不簽死啊 勘 資金買完了 處理完了 我已經徹底和徐家斷絕關係了 归渡 从此之后 我再也没有亲人了 你害我 可是我又能和你在一起多久 你的家人是不会接受我这样的女人的 可是我还是想努力一下 我想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边 为你的家人圣格 我想做一个为你分担压力的家人 而不是你的包袱 小小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包袱 你在我这儿不需要太辛苦 只要你待在那儿 就是我的动力来源 我希望你能每天开开心心的 什么都不用做 就陪在我的身边 好 我就这样陪着你 哪儿都不走 娇娇 嗯 把工作辞了搬过来出发 归渡 我有自己的事 我不想只做一支金丝雀 金丝雀是没有资格和你并肩而立的 好 你开心就好 但是 你也不能在外面住了 你得搬过来出 我可以每天送你去片场 嗯 谢谢你 鬼度 回家 走了 鬼度 嗯 你这好好看 我给你拍一张 你 你 你 江湖就集 我今天要拍一个广告片 但现场突然出意外 需要补一个人 这个广告片没办法改期 我临时约不到人 只有你了 片酬翻倍 成江 地址发我 龟渡 我临时接到一个拍摄任务 你能送我到另一个拍摄棚吗 可以啊 导航一下 今天搭档是楚宋吗 他看你的眼神怪怪的 我不希望你跟他走得太近 你 我来啦 需要我做什么 今天不用你做什么 你只需要顶替跟我搭线的女演员 跟我一起出镜 出镜 我不希望你跟楚宋走得太近 可是我是导演 你要不 还是去找别人吧 你看 我们现在面前有两条路黑子 第一 就是你答应我们速战速决 第二 就是你答应我们速战速决 你坚持拒绝 我浪费时间和口舌去劝说你 最后出于对你的尊重 换了别人 但是对你失望速决 你选吗 我 你最好想清楚 你是觉得自己不行而拒绝 还是说 为了满足别人的情况 毕竟这是你自己的事 还送说得对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要珍惜每一个机会 我可以啊 好 那你去换衣服 你的身材 水村应该合适 去吧 我等你 嗯 一会小姐姐 你就趴在楚宋肩上 一个手就搭在他的肩上 另一个手自然垂放 在他胸口底下 要突出那个钻石胸针 摸胸肌 怎么 你不方便吗 方便啊 我们开始吧 嗯 好 来吧 好 卡 效果非常好 两位辛苦了 辛苦辛苦 我 财源的事情啊 我都听说了 你跟富贵渡我在一起了 他那种背景 你高攀上去 应该受到不小的非议吧 什么非议啊 说我是为了富贵渡的钱和权 其实这些风言风语 我根本就不在乎 毕竟 清者自欺 我心里最清楚不过了 他也清楚 你还真是选了一条 最苦的路 不错呀 哥 这是采集声播后 用AI生成的吗 感觉和真人路易 没什么区别啊 你不是已经在 富贵渡那儿站稳脚跟了 怎么还要我帮你 做这个脚路易 光是站稳脚跟有什么用 我要的是徐逆和富贵渡 彻底决定 我的丈夫可以不爱我 但也绝对不能爱别人 哥 你知道的 咱们现在现金流吃紧 我们绝对不能丢了 和富家的这份婚约 要不带回家给你当嫂子 你怎么会让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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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哥 你们公司又没有什么男演员 可以拎出来和徐逆 找找CP的 我怕就一个录音 富贵渡不相信 不用男演员 就我吧 不是 你不会看上徐逆了的 看上了又能怎么样 要不带回家给你当嫂子 不用男演员 带回家给你当嫂子 想玩小为人随便你 带小你回家 妈妈肯定不会同意 副总 下午好呀 那个霍华德的项目 我们的策划案出了 您看起 初总 不好了 娱乐公司那边爆出来 一个重大运情 是旗下导演徐逆的 公关那边处理得很及时 不过涉及的人身份很高 恐怕压不住 什么运情 涉及了谁 就是 就是副总 这里有份录音 跟富贵杜在一起 不就是涂她的钱和钱吗 而且如果我长得不好看 她能看上我吗 我们俩一个涂财 一个涂色 公平交易 各取所需 那 楚总和傅武林 你选谁啊 当然是选阿宋了 阿宋又浪漫又温柔 简直是理想老公 你不知道 富贵杜其实不想让我 跟着阿宋工作 但我管他呢 阿宋要是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立马把富贵杜 甩得渣都不胜 不好意思 副总 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如果策划案还有什么问题 咱们回头再约时间商议 我先回去处理渔情了 这个路由我要考备一份 不行 这个是我们公司 重大的渔情拥件 不能流出去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呀 焦焦 我 给你开个影视公司吧 这样呢 你就可以 组你自己的团队 拍你自己任何想拍的片子 你可以自己当老板 可是我是个新人 新人怎么当老板 每一个老板在 当老板之前都是新人 你是不是离不开出所 这跟阿宋有什么关系啊 阿宋 这个称呼 很精明 你是不是觉得 楚宋又温柔 又浪漫 许妮 如果你还想要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就离那个楚宋远渊的 跟他老死不相往来 你为什么总是他 还颂不顺眼呢 他是我老板 他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为什么要跟他 老子不相往来啊 在你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真正帮你的人是我 徐家的事 我帮你解决他 你的债 我帮你平他 没错 你能利用的也就是我的钱跟我的权 你利用的非诚好 老子 不是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好 我承认我今天确实是跟阿宋 搭档拍广告片去了 那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 那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 龟渡 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跟社交圈 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 徐妮 我承认我 你的一切 是生 是死 都不条 你只能围着我转 从今天开始 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个家里 不要踏出这个房门半步 为什么 我跟你说 我是个独立的个体 我不是你的金子圈 现在开始装真结恋 你当时做全身美 你拿你的身体找我换六千万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现在的股价 你怎么能在你地方 可以 只能回忆着 不过我 你忘了没有忘了 没有忘了 没有 你又忘了 没有你爱我是你 啊 人家 看我这边可以吗 好 您好 您好 好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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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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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 这边慢一点 好 这边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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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看这边 镜头 您笑一个 请看这边可以吗 稍后忘了吧 我们一起走红毯 恐怕会露出什么绯闻呢 这么多年 我跟这么多人 走过这么多次红毯 你见过哪次闹出过绯闻 而且你作为我的十年老粉 难道不知道 我跟谁走红毯 就是要提携谁吗 可是 我看还是金丝雀更合适你 今天的日程取消了 我会联系人资 跟你签解约合同的 你回去吧 这样也就不用求解 这怎么回事 在红毯现场上 和储聪闹翻了吗 闹翻了 应该不会吧 他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啊 什么轻松费 我送的 他的红毯 这种轻松也都不宣喜 这脑子怎么吵 对不起 储总 这次是我的问题 我下次不会这样的 你你 我一会有个惊奇要给你 别让我失望 in the faded light you touch my body i can feel your hands on my i think you can't ride way you want me 那请问阿宋这次又带了个新人 不是接下来准备捧他的吗 是啊是啊您说过了 这是我们公司新签入的导演 这次是他吗 许你 他也将会迟到我的下一步 诶 那请问徐导演 您这个这次 最后有什么看法呢 对啊对啊 有什么看法呢 有什么看法 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 阿宋能够给我这次击补 我呢也愿意为了他放弃一切 放弃一切 那请问阿宋和徐导演是什么关系呢 请问是情侣之间的相互扶持吗 是啊是啊 请问一下 不是的不是的 嗯阿宋呢是我的老板 我是他的十年老粉 这次能够为偶像掌机 我非常的激动 这是偶像和粉丝之间的 双向奔赴 是的是的 奔赴 您您说的没错 我们目前暂时是同事关系 那未来呢 未来呢 还有更新来呢 不能啊 你别说 这个新导演徐宁啊 其实跟楚宋还挺完配的 而且啊 我看楚宋这话里话外的 就是对徐宁有意思 我也觉得 他俩在一起真的特别有氛围感 标识能成真也挺好的 明导和影帝 你好 你们聊什么呢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嗯 布医生 我们就聊点八卦 今天不是有电影节吗 那个楚宋影帝啊 带了个新人导演 大家都觉得他俩有一点 我俩就觉得他俩挺搬配的 嗯 谢谢啊 喂 五哥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晚上要和护华德加速开视频会议 有空 那行 你下班后来谭元吧 还是上次的包厢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好 你要不要这么拼我 你们才在一起多久就求 而且还是你向他求 有 那能怎么办 灰度他好像很介意我 和他送一起工作 但我总不能因为他介意就放弃工作吧 求婚呢至少能表明我的一个态度 让他知道我心里只有他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呢 万一你们家五爷 只是单纯想进屋长江呢 其实他根本不介意丢手 只是单纯不想让你抛头露面罢了 嗯 那我总不能因为他不喜欢 就每天乖乖的在家里蹲着吧 好 好吧 好吧 这恋爱谈的头大 你觉得你觉得他会同意我的求婚吗 那你想让他答应吗 当然了 我们是正经的呀 又不是谈着玩玩的 那万一 他答应了你的求婚 但是 还是不想让你和楚生继续合作怎么办 行 不会的 还是讲道理的人 还差什么呢 去你 阿宋 你怎么在这儿 给父母爷准备的 啊 今天要向他求个婚 怎么样 你觉得布置得如何 挺好的 啊对了 我今天来 有话跟你说 距离五个下班 应该还有半个小时 应该来得及 是工作上的事吗 你说吧 许妮 我喜欢你 能跟我在一起 阿宋 阿宋 楚 楚总 今天 今天是 愚人节吗 还是你搞恶作剧啊 没有啊 我认真的 共在一起吧 我能跟你一起你想要的 我 我想要的 我想要什么 我 你 我认真的 而且我能看得出来 你在复归度时 你也并不感觉 他让你有压力 所以你 跟我赞起来 离开他好吧 这 这我们不一样 我 有什么不一样 你 你粉了我十年 不就是醒了我十年 你 你放开我 不 不 也 真是一场好心 许妮 你把我叫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着 你跟别的男人秀人吗 不不 你 楚总 楚总你放开我 不好意思啊五言 龙刀断了 龟渡 你听我说 我我今天叫你过来 我是想向你求婚了 我今天一下午就跟唐鲁在一起 你不信你问他 这个场地都是我跟他一起布置的 是真的五言 我坐这 求婚 嗯 好 只要你现在辞职 彻底跟楚总化新界限 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地带在我身边 我超级 许妮 这就是你希望的未来 斩断自己的翅膀 衣服到一个男人 当他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我 滚 龟渡 你听我说 是没看过 还不走 嗯 我这就走 我 你不走 我 你不走 我今天是想来向你求婚的 你开门 好啊 我可以答应你 我的要求也说过了 辞职回家 从此不要再跟楚总有任何的牵扯 龟渡 我喜欢当导演 我喜欢我的工作 根据内部消息 富士下一代掌门人傅龟渡 即将迎娶楚家长女楚明瑶 以巩固其在商场上的联盟关系 楚明瑶 那天救我的楚小姐 是你的未婚妻 楚小姐的心胸可真宽广 连自己丈夫的情神都能求 不 五言 难怪你不让我和楚颂走太极 原来是你身上背负着这么大的秘密 所以早就知道我们这件事没有结果的 只是想让我在你身边当一只金丝去 这个婚约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跟楚明瑶结婚了 可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你身上背负着一个这么大的婚约 我可以解决她 所以解决的方式就是对外公开吗 楚松早就告诉过我 你的婚姻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我付不起这个价格 可是我还是傻傻地觉得我只要够努力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站在你的身边 小小你听我说 别说了不归度 你之前说 你说只要我安心辞职 乖乖待在你身边 你就答应我的求婚 到底是你的心里话 还是你的借口 你知道我不可能放弃我事业 所以故意提出这个要求 光明正大的和我分开 和你那个门当库 对大小姐在一起是吗 清 咱俩到底是谁在找借口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 注册的投资公司 我也可以给你开影视公司 你为什么就非得抓着储僧不放呢 对 我就是要跟储僧在一起 你满意了吗 你幸福的还真是一秋之河 我之前是怎么觉得你和傅其派不一样呢 你要结婚了 你在这里装什么神情人生 看来我跟傅归渡的事情 马上就要成真了 咱们两家的婚约都没有完全敲定 联谊的事是谁放出去的 我还想问问傅家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就贸然放出消息 这个消息把我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不是你放的 现在我单身是储氏的副总裁 可一旦我结了婚 就只能做傅家的太太 傅业 宽责是你 你能乐意 现在横竖也是没办法澄清了 我到时候 我听说 你和徐小姐最近闹遍了 正好 你利用我自己徐小姐 我借你傅家的事 大占你 等你和徐小姐和好了 我们的项目也就算正轨 到时候再发个声明解除婚约 对我们俩家的主家都不会有影响 别搞小手段 傅小姐 傅家的生死我还是可以拿你 我也请傅伍爷信守承诺 让我赚得大 小姐 您这是何必呢 您也说了 不结婚 您就是傅家的副总裁 可我只是傅家的养母 不结婚的话 我这个副总裁的位置 又能做多久 导演怎么还没来啊 他平时都是最早一个到的呀 不会是解约了吧 念念 之前的事情我向你道歉 你早就知道了 你妹妹和复归度是有婚约的 商业联姻是无法避免的 她就算不娶我妹妹 也会娶别家的大小姐 你跟你妹妹 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宽宏大量 我这个小三 在你面前蹦跋这么久 你们 居然没有想办法收拾我 我知道你是无辜的 你 我非常抱歉 你 你还会继续知道这部电影吗 老 为什么不到 我像傻子一样被你们耍了一大圈 我唯一得到的就是这部电影 总不能 免费当小丑吧 楚小姐和她 是今天的婚约吗 你帮我盯一下片场 会有事我要出去的 你你 我们终于要有嫂子了嘛 我做个事都好甜啊 我做个事都好甜啊 今天嫂子我觉得可以 记者都到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原本的计划 只是宣布项目的启动 澄清婚约暂时还没有开始 对吗 嗯 就说婚约正在推进当中 好 我这就让秘书去修改通稿 规动 做戏就要做全套 针对富士和楚氏近期的传言 我们特意召开这次发布会 近期富士和楚氏将携手布局大健康领域 富士旗下的景盛医院将新建国际医疗抗养中心 至于富士和楚氏的联姻 目前还在洽谈阶段 尚未达成一致 听说富贵杜先生 曾经有一位娱乐圈内的女友 这会对两家联姻造成影响吗 是她吗 难道楚明要说对了 我放出的婚讯确实能刺激到她吗 我确实有过一个前女友 但那已经是过去世了 我身边站着的是明明 我也会非常珍惜这段缘分 楚小姐也不在乎吗 我相信婚前的感情经历 会使人在经营婚姻时更有心得 所以我并不在乎富先生有婚前女友 并且诚挚得周苑她们在一别两婚后 能够各生欢喜 好啊富贵徒 原来我只是你们刷金燕的小官 你们婚后甜蜜生活的养料 什么情况 刚才那个女的是谁 不会是富贵度的前女友吧 不好意思各位 富院长有紧急公务 我先离开一下 大家可以继续提问 海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朋友 她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前辈 她会经常听我的意见 她会耐心听我说话 她经常跟我一起探讨解决问题 也会给我很强的安全感 也会给我很强的安全感 北车 去片城 楚风 你这么多年零绯闻 是不是也是为了以后联姻 为了避免在发布会上 被问到过往情史 还需要自己老婆帮忙救折 我跟富贵都不一样 我没有联姻的责任 之所以没有绯闻 是因为我不想盲弄感情 我竟然在幸福的这个坑里 猜倒了两次 真是可笑 富五爷 你一个快结婚的人 来做这种事 我有话要跟你说 说什么 说你还爱我 说你还想让我当你的小三 富贵都 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 站在妮妮面前 你到底要不要听 我想跟你说的话 你自己去 妮妮 长痛不如短痛 你不要再被她蒙蔽了 你放心 我不会被她蒙蔽的 我就是想看看 她到底还有什么花言巧语 你去拍摄地方等我 你去发布会了 回去干什么 去见证你的幸福吗 口是心扉 我都已经看见你了 好 你没去发布会 那你在干什么 这世上 怎么会有 这么不要理的男人 还真想 红旗不倒 彩旗飘飘 徐妮啊 你跟我来到底在期待些什么 做些自己做些的还不够 我倒是跟阿颂在一起 不然还能干什么 你都要结婚了 不然还不让我开启下一川 你来到底找我干什么 除了以后给我送钱 别来找我 你眼里就只有我的钱是吗 可以 送钱 我现在就给你送钱 徐大嫂爷 六强 我请你来掌机 拍我对楚明瑶的求婚信场 徐妮啊徐 你可真是天字一号大傻子 可怜楚 你请我 要一个信 要一个信 可以 一个信 我那么有钱 我给我的妻子花多少钱我都乐意 五爷还真是大方 做你妻子还真是幸福 好 你说 你要跟楚小姐怎么求婚 毕竟楚小姐这么保守 别你的烂桃花都敢进 不要 所以我才要一心一意的对她好 我告诉你 我会在森林里面 走后 向我求婚的时候 就在森林里面 我们只要请最亲密的朋友 然后在星空下 露营 唱歌 跳舞 烤肉吃 然后 大家玩得精疲力尽的时候 你就突然拿出戒指 向我求婚 让整片行河都见证我们的爱情 需要 需要 你觉得我的求婚策划怎么样 太好了 满意极了 我 对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要跟阿宋结婚了 说起来我还是你嫂子呢 只有我们也是一家人 看着你对明耀这么上心 我作为嫂子 真的是开心极了 你 你是要嫁给楚风吗 放手 你放手 你放手 你弄走我了 我不嫁给他 难道赶着给你当小三吗 我告诉你 你没那么好 我也没那么贱 行啊 许妮 行 你当时为了报复夫妻牌 来勾引我 你当时为了报复我 是勾引楚风 是吗 你一定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吗 不许妮 你不珍惜我 你就不能让别人珍惜我 我那是开心的麻固吗 咱们 母亲 艺船 夫妻 有点风度 你和你已经结束了 不要去 我们把他的事乱不到你来捆 当然轮得到 他现在是我女儿 你不想报复他吗 傅伍爷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要继续拍摄了 您慢走 开车小心 电影快要拍完了 不要再对别人影响 如果这个电影成功的话 你的事业就几天 这个事件 只有事业 不会被盘 在这个元素上呢 我们应该加点吃饮料 徐总 初总 众星国际电影节 发来邀请函 竟是深渊获得了 他们的最佳影片奖的提名 妮妮 你真的要一飞冲天了吧 这个结果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韩苏 谢谢你 如果我没有你 肯定拿不到这样的成绩 来 庆祝一下 恭喜 获得 众星电影节 最佳影片奖的是 竟是深渊 感谢各位 感谢近世深渊 剧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在这个荣耀的时刻 我本来是想 和我未来丈夫共享 她身份高贵 所以我曾经以为 只要我拿到这个奖 就能光明正大地 站在她的身边 未来的丈夫 难道是我 她拍这个电影 真的是为了我 想想我们的计划 你可别前功尽弃 我不想再继续 我们的计划了 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我跟你之间的婚约 根本就不存在 我从始至终爱的人 就只有她 娇娇 我想问你个事 尼尼 尼尼 这位是我的母亲 她特别喜欢静视深渊 我本来打算安排 你们在今天杀亲宴上 正式见面了 但是我母亲她等不及 非说要做第一个 恭喜的人 谢谢伯母 小姑娘 又年轻又漂亮 还有才华 我也是 追你们那个剧组日常的 徐导演 你觉得我们阿宋怎么样 伯母 我其实我和 这些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拿这件事情到处说 我只是不希望 楚夫人 识人不清嘛 她的儿子就是 我 我已经下定决心忘记了 我们好聚好三 不行吗你 你非要让我恨你 归渡 你跟徐导演的事情 阿宋已经告诉我了 年轻人自有恋爱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天由加醋地拿她来 破坏女孩子的声誉 你难道很光荣吗 徐导演 我们走 不用怕了 快度 来喝 舅舅 不及 都是我的错 我拆 我们和好歇息 富贵都把我认成了许你 只要我趁机和他发生关系 我们的婚事就板上钉钉了 五哥 我是娇娇 我好想你啊 你愿意要我吗 五哥 我是娇娇 我回来了 你不是娇娇 五哥 我是娇娇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娇娇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跟外面的女人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说的那些话 也只是为了亲 你不是娇娇 你是褚名也好 你为什么在这儿 滚 我是娇娇啊 五哥 我让你滚 滚 褚名也好 你想干什么呢 富贵都 你宁愿杀害自己也不肯碰我 徐妮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她不过就是个低贱的老女 你算什么东西你敢诋回她 滚 好 我要 申 怎么会这样 咋啊 五爷 昨晚你好凶 把我折腾到半夜 不可能 我 昨晚你在酒吧喝多了 我送你回家 你死活都不让我走 还说你对许妮已经死心了 会和我母亲婚约 然后就跟我发生了关系 这就是你弄的 你真要和五爷结婚了 那许妮那个贱人 真被五爷给抛弃了 没错 你还有什么招数 全都使出来了 一定要让这个贱人 彻底消失 您放心吧 我刚刚给你发了一个车牌号 你帮我把这个车牌号 分享给储送的那些私生粉 哥记得都有人送了吗 有了有了 行行行 那回去路上猪烟去啊 好的好的好的 啊再见 下部戏我还跟你啊 行啊 这总是够用的 你阿宋的那个剑 我呸 什么低层垃圾 你敢往阿宋市上贴 不是爱勾引男人吗 把他送到东南亚去 让他每天有勾不完的男人 注意安全 快回去吧 拜拜拜拜 拜拜 你是谁 干嘛 就是你勾引的阿宋是吧 哈 就你敢勾引阿宋 你劍 Fill 住手 你你 你醒了 怎么样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受伤了 是你救了我 千佩病房 来 把骨骼外根神经科的医生 全部都救过来 快点 全部按摩会诊 大把手 大把手来 快 快点快点 匿匿 是匿匿 是富贵度救的他 我要不要说实话呢 算了 都是些小伤 没事 你 是我对不起你 伤害你那些人 是我的私生 我也被他们困扰了很久 但我真没想到 他们会盯上你 对不起 是我连累的 行了 我晕吗 还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吗 我记得五爷 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吗 怎么还管起 创伤科的病房 徐妮不想见你 你走吧 你是徐妮的谁 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 我不想见你 哥 我和富贵度 要办订婚酒会了 怎么了 居住有事 你妹妹的消息 你妹妹要和富贵度订婚了 你 想去这个酒杯吗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她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亲自见到 富贵度订婚的话 可能会死心得更快一点 以后我们多多联系 徐妮 徐妮这个废物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恭喜你 崇小姐 同学同学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婚约会推进得这么快 主要是大家太年轻 一不小心就干柴六 富爷也觉得不能委屈了我 所以久点先订婚了 那就好 祝你们白妥协了 徐小姐呢 准备什么时候当我嫂子呀 妈已经见过你你了 已经成为她的忠实粉丝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跟楚明好 没有任何关系 你 徐妮 你这个脚踩两条船的贱人 先是勾引了我哥 现在越来勾引我未婚夫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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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前两天 那个拿奖的导演吗 谁知道他那个奖是怎么来的 搞不好啊 是睡出来的呢 这贱人是跟楚小姐有仇吧 哥和未婚夫都不抱 你 你下一个 你不会轮到楚小姐的爸爸 今天的酒会是我们储妇两家的脸面 你确定要为了这个贱人 打我们两家的脸吗 楚总说的真的没错 我来参加你的订婚酒会 既然看到你订婚 说不定会死经快一点 这个方法真的是困有 富贵多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大 回去 给我回去 你告诉了许妮 今天是我们的 听婚酒会是吗 好 如果你们楚氏不想干了 那就他妈早点破产 这就是你们傅家联姻的诚意 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贱人 你放心 我们傅家媳妇只有一个 我这辈子就应该陷在烂泥堆里 每次觉得人生刚有那么一点点希望 马上就会爆发更大的事情 小儒 我真的累了 你你 不许喝 你听我说 你没有错 你在富贵度那边是贝小三了 有问题的人是他 不许放闪了 宝贝 我先去外面接个电话 你在这儿乖乖的 不要乱动啊 徐妮啊徐妮 终于等到你身败名裂的这一天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来找你的呀 我的好妹妹 拜你所赐 徐家完了 爸妈欠了十个亿的债务 你说说这笔钱 我要不找你要 我该去找谁啊 来人 徐妮呀徐妮你可真有福气 我联系上了一个境外富商 他说只要我把你送到他床上 他就帮我前途这十个日子的账 你说说你都是一个破鞋了 还有人喜欢 给我带走 徐家这么想把女儿嫁给我 不就是为了讨一个好价钱 徐先生 想要多少钱不妨直说 你们既得了钱 还能省一个女儿 好事 富贵度 你好大的口气呀 既然你那么不愿意 你为什么要夺走我女儿的清白 徐先生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徐小姐应该最清楚 没关系 您可以回去告诉她 我的卧室是有监控的 虽然拍不到床 但可以录下声音 富贵度 富贵度 要你的时候你没有用 难怪你你不选你 妈 对不起 是我太冲动了 这件事是归度做的不对 我看她没有诚心要联姻 瑶瑶 这事算了 不能算 妈 咱们家的生意需要富贾 咱们家的生意 不用牺牺牲女孩子的婚姻来花 瑶瑶 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妈妈对你的爱一点也不少 我绝不会逼你嫁给一个不爱你的丈夫 孩子 虚情嫁 富贾那么好的门妹 要是你们亲生的女儿 恐怕你们消奸脑了 也要把她送进富贾 什么 你你被徐优仪带走了 我马上到 克里斯总 东西 我给您带来了 克里斯真是个变态 谁你这次死定了呢 Good girl 你可以走了 明天早上八点 谢谢克里斯总 那 祝您玩得愉快 我告诉你 我 我 我 复归度 又来一个送死的 都给我上 你带妮妮去哪儿 这就交给你了 把她准备的东西 全部给她试一遍 你要带妮妮去哪儿 徐妮是我的女人 我不可能娶你妹妹 所以徐妮的主意 你也别打 我说 娇娇 娇娇 我爱你 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大伙子等我讨厌你 你不要跟别人结婚 我想要你 小乔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 我不会再让你逃了 尼尼 你真的要走吗 我只想过 还安静静地生活 我不想再过 人生刚刚起色 就会跌入泥潭的日子 好了 快走吧 富贵都要是发现你不见了 肯定会想方设法地找你 赏天保佑 让我便宜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 非常抱歉 您乘坐的G1383次旁班 因各数原因取消 富贵都 你怎么在这儿 你就那么恨我 不想跟我在一起吗 富贵也手段通天 连准备起飞的飞机都没截天 我想不想还有什么意义 小乔 我错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跟楚明要离离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弃你 我太想看你生气 吃醋的样子 我想昏头了 我才这么做的 小乔 你原谅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原谅你 富贵都你放了我好不好 我累了 不管是我爱你 还是我恨你 我没有力气 小乔 你是爱我的 你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是我被下药了 神志不清 不管是谁 我多会想他求婚 不可能 身体是不可能会说谎的 富贵想要这个身体 早说 不用留情婉 现在就可以 看来你现在不想赢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舅舅 你不会再有机会离开我了 我不管你爱不爱我 你都要在我身边待到老死 你把你你软禁了是吗 跟你有关系吗 我之前拍了一个鸟类纪录片 团队里有个工作人员 特别喜欢 收藏了很多种类的鸟 给它们准备了很多精致的笼子 就连鸟食都是最昂贵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看起来 它好像花了很大力气 去伺候这些鸟 但是鸟这种生物 傲骨难生 最后 全都死在金笼子里 所以 你认为在这个笼子里面 那就只有许你是吗 这个笼子里面是你跟我 楚松 我不在乎 我死在他身边 我心甘情愈了 那你自己去死啊 干嘛决定他的生死 难道你复归度的爱 就是这么让人痛苦吗 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义己私欲而已 我又回来了 是有需求了吗 你想在卧室 还是想在这 如果你想走的话 现在就可以走了 这是 国际知名的制片人 詹姆斯的信息将会在本城拍摄 正在全球招募导演 我以你经纪人的名义联系了他 透低了你的简历 制片人 詹姆斯皮尔斯 那个 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 这个是他信息的剧本 他会在明天下午三点落地 你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见他 他非常欣赏你 你终于笑了 那个 钥匙是我另外一套公寓的 如果你不想住在这里 你可以随时搬走 德尔拉 没有你的同意 我是绝对不会过去打扰你的 如果你找了新房子 你也可以随时搬走 那我现在可以走 走 我送你回去 我去叫杨毅搭扫卫生 太晚了 不用折腾杨毅 我自己来 那 我能留下来帮你吗 嗯 那 现在就开始吧 好 其实这套房子吧 是我从傅家搬出来以后 租的第一套房子 后来挣了点钱以后呢 我就把这套房子买下来了 所以说这套房子 其实是我人生的开始 后面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亲手整理的 这里对你来说 有特殊意义 是吗 所以你才把我带到这里 佼佼 之前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按照我的意愿 去安排你的人生 所以说你能不能 再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 我绝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强迫你了 富贵度 你在这个房子里 开启新的人生的时候 听看没有哪个女人 会等着开启新的旅程 坚持 写 听 话 如果你有事的话 我可以自己答 我确实还有点事 那我就先走了 希望这次是个真正的开始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一点希望 我们要跟着一个大坑 您让我调查徐小姐的亲生父母 我查到当年把徐小姐 卖到徐家的人贩子 她说是从临城的一个农村妇女 手上买来的 那户人家说是个女孩 说没钱养不活 就委托人贩子找了好人家 那个女人就是徐妮的亲生母亲 把自己女儿卖了的母亲 不任意吧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我查到了那个女人的老家 很早就已经搬走了 而且她的邻居说 她当年根本就没有生女儿 所以徐妮不是她的 线索到这就断了 我还在追查那个女人的下落 继续查 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徐妮 你是个很有灵气的导演 徐小姐 以后你一定会在电影界 展露头角的 我非常希望 你们加入这部影片 谢谢您 能和您一起拍戏 我觉得非常荣幸 那我们就天长见了 再见 我发现这年头啊 真是人不要离天下无敌 你看有些人都臭名远昭了 很好意思继续到这挑头露面 毕竟人家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嘛 男人对这种贱惑又是来者不惧 哟 哪有这么大的酸味啊 这是哪位臭道发酸了吗 张口闭口不离睡 不离男人 是自己没人睡吗 也正常 男人是不喜欢你们这样的 还是自己洗洗干净 一个破血 有脸出来叫香 看谁不知道你那点烂痴 人尽可恶的贱物 他真当是五爷的心头宝的 副家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 副家要把谁千刀万剐 副家要把谁千刀万剐 五爷 你爷 我正在听你教训这个 迪皮没脸的贱人呢 副家名门望足 怎么能被这种人抹黑啊 你算什么东西 一根提我教训人 不是 面试怎么样了 结果呢 签合同了 等禁组 你怎么来 本来打算接你回家的吗 不太放心 我怕你受欺负 上来看看 既然各位都在 有些话 我不妨给各位提个醒 别做不自量力的事情 只要我活着一天 你们谁敢怠慢的虚拟 我不介意给他上下颅外 都烧一把火 我让他体验体验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的滋味 没有没有 我们绝对没有感觉 徐小姐不见 回家吗 对了 还有这个人 从此以后 不要让我在任何一个地方 看见他 吴爷 求您扰了我 徐小姐 徐小姐 你求求你 求求我 求求我吧 小姐 我已经让杨毅去打扫卫生了 就让他留下来照顾你吧 不用了 我现在 有点乱 想见见 傅先生 如果要是没什么事 你也不用管 我是不会打扰你的 小姐 你 你能不能就 把我当一个普通朋友 行吗 我们别自欺欺人了 傅先生 那些人说话虽然难听 但说的都是真的 傅家是不会接受我这么一个生命狼藉的夫人 傅 这些事情我都会处理 我一定会让你正大光明地跟我在一起 我绝对不会让那些闲言碎语再影响到你了 你想怎么解决那些闲言碎语 你是把他们封杀掉 还是 造一个与世隔绝的房子 让我住进去 继续做你的金丝群 傅先生 你对我最好的保护就是离你远远的 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 娘爷 辛苦你了 小姐客气了 我爆了汤 赶紧喝一碗 五爷说 以后就让我留在这儿照顾你 不用了 姚爷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你还是回傅宅去吧 小姐 这话其实不该我说 我看着你们实在是揪心 五爷从小到大 其实一直是一个人 傅家的家风 凉薄又功利 就像杨谷一样 让孩子们自相残杀 可是我看傅家的人都很重视他 哎呀 傅家的人 重视的不是人 重视的是利益 五爷 现在掌握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出生入死 才努力到的 他其实很渴望稳定安全 属于他自己的感情 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建立 经营这样的感情 徐小姐 五爷真的是很依赖你 他那些极端 偏执的行为 或许是在向你无声地求救 尼尼啊 我这两天正念叨你呢 没想到 在这碰见了 桃处夫人 你们也来了 我跟剧组的人一起过来的 嗯 我没有没有 我还有那个 这两天正念叨你呢 我们也没有 妮妮啊 上次那件事 没要给你造成困扰吧 我的儿子呀 女儿都太不像话了 我一直想要亲自向你道歉 但阿颂说 你一直在复归度那里 他联系不上你 没事的 夫人 阿颂也说了保护我 你比我的女儿呀 沉稳得多 妮妮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个夫人 红岁啊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没有父母 妈 妮妮以前被徐家人收咬了 但是徐家想把妮妮卖了抵债 所以妮妮跟他们闹白断绝关系了 你说这老天爷 怎么总会让好孩子受苦呢 妮妮 你有想过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这人海茫茫的 找哪有那么容易 再说了 他们如果是因为不想要我而扔掉我 那找到也是徒增烦恼 你说说 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呢 妮妮 妮妮 我以前也有一个女儿 和你一样的 我没有照看好她 是她小小年纪就离开了我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见你就觉得亲切 如果你不介意 就任我做干妈 好吗 好 这不太合适吧 我现在生命狼藉 这又不是你的错 是我家和傅家对不起你 我也想好好补偿你呢 这样 我之前带我们家厨师去西山田府的时候 做的菜 你不是说跟你家里口味挺像的 这也不是说明你跟我们家庭有缘呢 那我 妈 你们在说什么呢 你来得正好 上次酒会上闹事啊 你给妮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来 向妮妮道个歉 对不起徐小姐 上次的事情是我鲁莽 请您原谅 是我对不起褚小姐你 打搅了 你的订婚宴会 订婚宴会 嘿嘿嘿 你误会了 那就是一个商业酒会 啊 可是褚小姐 不是 傅爷爷本来说要在酒会上宣布我们订婚的 只不过是出了点意外 没宣布成 那富归渡呀 并不想跟储家聊天 就算是老爷子宣布了 他也会想办法退婚的 哎呀 这些事情呢 算了算了 我懒得管 妮妮 你愿意认我做干妈吗 妈 你怎么能认她做干女儿呢 怎么了 妈能收养你 就不能再认个干女儿了 收养 我女儿离开我后 我实在上线 就收养了明瑶 夫人 多谢你的好意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 但是 身干女儿的事 还是算了吧 嗯 那个 我那个剧组的人还在等我 我就先走了 那你一定要来看我呀 那你一定要来看我呀 嗯 嗯 嗯 同一年出生 和妈妈永远 就觉得主持手艺很硕些 有家的味道 难道那你 原来真的有神家 能把养女当作亲生女而已 是我没有福气 徐小姐对吗 嗯 你好 我是父母爷的母亲 莫妮卡夫人的特助 夫人想见你 麻烦过来一下 嗯 徐小姐 请 今天请你来 希望你不会觉得唐突 我就是好奇 龟渡喜欢的女孩 是什么样的 今天请你来 我没有跟龟渡说 没关系 就我们俩人好谈价 坐吧 我看你一点都不紧张 你不怕我阻止你们俩在一起吗 其实不同意才是正常的吧 我要是副驾这种门第啊 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 跟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女人在一起 会拉低身价的 我们拍电影电视剧都这样拍的 副驾渡呢 你们把她怎么了 你还有心关心她 我听说你们副驾养孩子 像养谷一样的对待 副驾渡犯了这么大的错 估计早就被她的兄弟 寻起而攻之了吧 为了驾渡 徐小姐 我给你一个机会 两个月 你就此离开她 她是生是死 以后跟你再无关系 愿意吗 夫人 我要是说 我从来没有跟副驾渡在一起 你信吗 所以我不会要这两个 我也不会离开 副驾渡为了我 审了众路 被你们所谓的家规家法 给控制住 缠住 不 夫人 我要是拿了这个钱 轻轻松松的走人了 我做不到 不要钱就走人 那你只好 嫁给她 坦白的说 我觉得 你还不错 原来 不收钱 是会被嫁人的呀 你还真有趣 徐小姐 其实我也不喜欢副驾的家规 所以我生下她之后 我就出国了 可是没想到 我回来之后 我发现我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无情冷漠的怪物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也是这个样子 她的爸爸 乐见其成 说她这个性格 是上位者该有的素质 徐小姐 你知道吗 我是多么痛恨这种素质 所以 当我知道 龟渡为了你方寸大乱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你让她有了情绪 让她变成了一个活人 我知道 徐小姐 龟渡是风口浪尖的人 你跟她在一起 也很辛苦 出于一个母亲的私心 我是想劝你 再考虑考虑她 因为她非常的爱你 你是她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羁绊和救赎 可她和楚家还有婚约 你放心 只要她不愿意的事 没人能强迫得了她 这个婚约马上就不算数了 楚宋她怎么还没有过来啊 她今晚有重要的事 会晚点过来 有什么事比今天宴会还重要的 退婚的宴会 有什么重要的 傅家与楚家的婚约 当初 是我亲自登门求来的 君子 不信不立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不允许 有人破坏这桩婚姻 这事简单 傅家那么多子孙 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可以去履行婚约 实在不行的话 爷爷 您老当义壮 您亲自上阵也不是不行 傅贵栋 你是在羞辱我们丑家吗 我只是提出了一个警方 要说羞辱 下面 李小姐 我这个人比较挑剔 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就算结婚了吧 也不可能有夫妻之事 我不希望楚小姐年纪清新 而日 就过上手活跨的日子 您要再不计 也是楚家小姐 富贵多 你是完全不把楚家放在眼里 实话就是这么一听 不过现在听 总比以后后悔的 混账东西 你以为这次宴会 是来征求你意见的吗 我来也不是听任何一个人颁布命 爷爷 我实话告诉你 我不光看不上的是楚家 就连你又搞个个人 在我也是一个人的 你 闭死 你真是被外面那只 尚不得台妹的燕雀 瞇了眼了 我已经派人去把他抓了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贱人 能把你迷成这个样子 今天谁要敢动他一根头发丝 我让他千倍百倍地缓回来 父爷怎么这么大伙子 我劝你 对我们楚家放听不住你 免得日暮后悔 我对楚家已经很冷 但这个婚女我实在理想 来 话得说这么紧 爸 妈 失踪了二十多年的致孕 我找到 爸 妈 失踪了二十多年的致孕 我找到了 你说什么 这是不能用这开玩笑的 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亲妹妹楚之孕 在她三岁的时候失踪了 爸妈找了二十多年 一直咬回音讯 所以领养了 而父家的婚约呢 也就随时落到你的头上 但是现在 真正的楚家大小姐 回来了 你妹妹她人哪 谁与她现在在哪儿 快 快带我去找她 我女儿还活着 快带我去找她 这个呀 还得多谢了傅伯父 您动作快 让我省了不少时间 好 妈 您找了二十年的致孕 就在这里 你你 你就是致孕 你你 你你 据我所知 父爷一直在调查 你的亲生父母 结果如何 我也只是找到了当年 那个把她交给人犯 是她 就是 陈嫂 当年 只得育儿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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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见过死侄了 我的女儿啊 我的女儿啊 我是 你的女儿 孩子 是爸爸妈妈的事情 才让你被羽儿嫂带走 这些年 爸爸妈妈 从来都没有忘记你 这些年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 我怕 都找遍了 妈妈从来没敢忘记你啊 你们没想生我 只是一万 是吗 好 梅子 你是我们唯一的掌声明珠 我们怎么会丢了你的 天儿 这二十年来 妈妈就一直亲手打扫你的卧室 随时的迎接你回来 妈妈 好想你啊 我的女儿 我找到我的亲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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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我可怜的女儿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爸爸妈妈 保护你 好 我们现在就回家 走 走 宝贝 各位 今天 实在不好意思 我女儿回来了 我女儿回来了 让我呀 先回去处理家事 今天的聚会 咱们就到这儿吧 恭喜你了 恭喜你了 敬艳 今天 也算是双喜离门呢 咱们两家的婚约 绝对不会变 改天 我亲自 登门拜访 好 好 好 你 需要我送你回公园吗 女儿 我求求你 跟妈妈回家吧 不用多富贵度 回我家 来 走 回家 现在 能乖乖 旅行和楚家的婚约了 我的私事爷爷 你就不用操心了 操了心也没入 口是心非 现在 恐怕都 乐开活了吧 一会儿 去楚家拜访 送点礼物 庆祝 楚小姐回家 好 好 好 妈 我有计划 放心吧 父母爷 没想到 没想到吧 你用尽全力想要反靠和楚家的婚约 结果你的心上人就是楚家的大小姐 现在你接受婚约 就要被楚家拿命 可不接受婚约 你又放不下心上人 而且 我看楚小姐 现在对你也没什么感情 就算你现在想履行婚约 楚小姐也未必同意你 与其操心我的事 不如想想你自己的后路 这就不让父母爷操心了 倒是有句话想送给你 如果你不希望我继续纠你 那你就不应该继续纠她 毕竟她也不希望跟你有任何关系了 芝芸 这二十年来 我每天都亲自打扫你的房间 随时地迎接你回来 妈妈真的好想你 你 你太好了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你会这么好 我也没有失望过 能有你这样的妈妈 妈妈可 可以抱抱你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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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孩子 妈 妈 妈妈 妈 我们的宝贝女儿回来了 妈 我们的宝贝女儿回来了 好 这下呀和父家的联盟算是稳了 你说谁能想到这富贵度亲爱的女人 就是我们楚家的女儿呢 爸 你可比高兴的太早 我看芝芸现在对富贵度没什么感情 她未必愿意联姻 我的月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景艳 你不许把我们的女儿卖掉 换取商业利益 我怎么会卖掉我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女儿呢 天月 你告诉爸 你还愿不愿意嫁给富贵度 我的前半生 因为被当成利益 放弃过很多子 也因为利益 被当成商品 送给别人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好 那我们和富贾的联姻就做罢了 二宋 你去联系媒体 把我们的决定公布出去 楚氏集团寻回走十多年的女儿 并宣布尊重掌领意愿 放弃与富士的联姻计划 大家能当成商品 也扶着 这部分要是 可是 你出现了 你也是 ボs 击人 你 人 你 都不许可 人 都不许可 你 这都不许可 到家吧 五言 你还好吗 我们刀青啦 刀青啦 志云 刀青欢乐 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 再等富贵杜 再找富贵杜 没有 妮妮 其实 之前有件事情 我要向你道歉 我对你的告白 其实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当时 民谣太想嫁给富贵杜 所以想要理解你们 就让我 去 勾引你 好在富贵杜 心里加一根刺 还好你是假的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怎么样面对你 我一见你 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了解你的遭遇之后呢 又很心疼 现在想想 应该是我们之中的血缘 冥冥之中啊 让我们关系拉近 难怪我能粉你十年 原来是我一直 向自己的哥哥靠近 其实富贵杜啊 也是对你用情至深 她的所有偏执 都来源于 她的不安全感 如果 我说如果 你还喜欢她的话 我呢 倒是不希望你错过这段聊天 我还没想 她一直以一股 行的控制着我的一切 我只能服从着她 我不想再继续这种感情模式了 我一直想逃 可是 当她真的 从我的世界里消失的时候 我又觉得自己的心里 空了了 哥 你说我是不是很奇怪 感情的世贸 就是流浪自身 别担心你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哥都支持你 走吧 许逆 去死吧 许逆 去死吧 福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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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费头你怎么样 疼吗 他120 他120 喂 120吗 要求 杀钱快了 不会吐 不会吐 徐小姐 五爷之前准备了这份协议 如果他发生任何意外 他名下所有的财产 无偿转赠给你 这份协议已经公正过了 只要你签字 就会生效 他不会出意外的 他不会出意外的 我知道悠悠犯了大错 他就知道错了呀 你千万不要追踪悠悠的 行事责任啊 我给你当天做麻 求求你了 是吗 初香姐 有你刚才过去的亭 你还要放了悠悠啊 我没人需要你去 你没看你去吗 初香姐 求求你 求求你 悠悠还巧 要是被关了天 他的衣裳就坏了呀 徐小姐 这种人渣 由于他有什么用 有些害人吗 把他们拉出去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们 我要是游戏 把老底做穿了 聂聂 你的电影 入围了全球 含金量最高的 学员电影家 詹姆斯希望你能去参加 颁奖仪式 他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走得开呢 你当时跟我说 你不愿意被 感情捆在他身边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不还是被感情捆在他身边了吗 我只是觉得后 为什么当初没有乖乖听他的话 他在他身边 如果我乖乖听他的话 他还在他身边 他就不会变成这样 多乖 乖乖 父归度想要的是安全感 不是你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床边 如果你还爱他的话 你就应该给他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满足你的愧疚心 你应该用你的心乱 而不是你的难 父母爷 是个光明万丈的 你作为他的爱人 你希望你自己变成一个 横头垢面的护工吗 你觉得这是他什么看到的吗 我希望你体会和骗人 我希望你人家在背后 你已经在疏离地 你可能会没关系 你可能会顾的 你可能会有关系 是一个朋友 我是朋友 我就是一个人 我都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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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恭喜你是学院电影节 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最佳的导演 我还是迷你 这么迷你当了最优秀的 好 好 恭喜啊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想把这个奖杯 送给我未来的丈夫 富贵渡 电影 是我一生的事业 你也是 富贵渡 我将用我一生去证明 我爱你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记得那个瞬间 你的眼泪 也在苍脸 明天